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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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來就非常有 一年也有 不是 對 看一下就穩了 對 對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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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 時到TV的一分鐘news 我們前面用這段視頻 那是王岐山 到了倫敦 王岐山跟劉曉明 到了倫敦的應該是 中共國駐倫敦的大使館 只是沒有想到 我個人也沒有想到 這段視頻 大概十個小時之前被人拿出來 所以他到達之後 現場有一些被雇來的人 那一些城鄉會的人 或者大使館本身自己的人 竟然在那搖著 中國小旗 英國小旗 歡迎 熱烈歡迎 熱烈歡迎 老爺們的聲音 他們是參加英國女王的葬禮 他代表國家元首 然後你的國民 你組織了 如果叫你的國民的話 去表 以這樣的方式 表示你 歡迎 表示歡迎你來大英帝國 去參加葬禮 這不是一個基本禮儀的問題了 對不對 那在 這是中共體制之下 他的官場文化 中共的黨文化 官場文化 所塑造出來的 毫無人性 毫無品質 毫無本質 毫無人的 一個基本的 一個基本的行為準則的 一個真實的表現 非常真實的表現 我們跟大家解釋過 我說不懂得尊重別人 就不懂得尊重自己 有位朋友可能沒有聽過我原來的節目 你說錯了 你的次序到了 要懂得尊重自己 才能懂得尊重別人 我坦白跟你說 你的理解太低了 你的理解是一個極端自私的自我的意識 你不會有任何奉獻的精神 你不會有任何 就像我們剛才今天節目講說 川普在看到自己的一個員工 得了癌症的時候 他可以叫到辦公室說 你的費用都我承擔 你根本不具備這樣的一份理解 你不具備這份理解 當你把我放在前頭 說尊重自我的時候 你就表現出貪婪 佔有 自私獲取 你的本身的自我的尊嚴的價值的定位 王岐山是不是在尊重自己 大使館那些人 組織這些人是不是在尊重自己 他們拿著有中英小旗在門前說 歡迎歡迎熱烈歡迎 他是不是在尊重 以他理解的角度 在尊重大英帝國 但他是妖精 所以這就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 這是一個非常荒謬的問題 所以大家要明白 王岐山對很多朋友來講 是通得小 通小一些這些道理 在我的角度來講 我也知道他通小這些道理 但是他依然遭受著這一份 體制本身的 非人性的 柔力也好 對待也好 展現也好 隨便怎麼樣 每一個人都在其中 在今天的中國 中國人要想生存 只能以這樣的方式生存 所以當這樣的方式出現的時候 你又從何談起尊重呢 沒有資格談這兩字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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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